Begitly Business Scholars 組織 那我們的組織在做什麼呢? 就是以下 稍微介紹 我們的組織就是 在國際上 像是由北京的 北京大學、馬灣大學、日本中興大學 還有省南國大學 所以我們找各個國家的一些 領尖的大學來做一個 國際交流的活動 譬如說我們 各個國家的紛爭 就是很常說裡面都有一些想法 想大來去做一個解決 可是裡面有決策權的話 是 都有一個難度去做出 一個絕對的影響 所以說我們的希望能夠 透過一些北京大學的同學們 在一個交流活動當中 建立一個互信和基礎之下 有機會在未來 十年、二十年當中 在一些國際的場合上 可以解決一些分析 讓世界變成更平衡 讓世界變成更平衡 我們當中 就有一些社交活動 譬如說我們對一些文化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我們各校的代表 在日本東京 做了一個安門當地 日式泡湯的社交活動 從頭可以看出說 其實大家對日本都有一些 很蠻不想的 比如說他們很內向 然後可能不太善於 或是我們泡湯 都不可以表達一些自己的想法 或事情都會長太心 情緒也不能當下語 他們很習慣你 那這個泡湯 為什麼說泡湯還會是日本的一個傳統習俗 就是因為我們在泡湯的過程中 大家要這樣裸露著 彈真相見 然後其實是一個比較 他們可以開放心胸 然後講出一些 心中的話的一個 期間跟過程 然後接著我們到現在 都談了非常多小的一點 比如說 這個活動當中啊 可能是比較漂亮 之類的這些問題 就是 這是一個還蠻 還蠻可以這樣心對心 然後 進行一些 固執的過程 這個活動 很簡單的問題 那第二 我們EBS 也會做一些 企業的參訪 尤其像是 日本 這些國際大型企業 這是全球電子商務盤 17%的熱天 我們就去 給他們做的 企業參訪 那 這邊有一個小部分 因為熱天有機的 我們進去 什麼 進去 那這個公司 日本的 工具 就是有三棟 三棟大棟 然後好像聚在一起 組成 他們裡面的職員 那邊就有三千多人 那那個 禮拜二啊 他們的總裁 是就這樣 然後在他們的禮堂裡面 對著三千人 進行 之後 我們會報 我們去那個 會議室的時候 也是可以見識到 原來 這麼大型的一些 國際企業 是需要 這個方便 更高強的一些 管理技巧 才能去做好 那 企業的方面呢 我們也了解到說 日本人他們 做事情的方式 以及他們的一個 時程表 他們是以每15分鐘 就為一個區格 就是說 應該大家都有辦過 如果你們對我參加 15分鐘之類的 不是都很細 我們這個時間點 在他們做什麼事情 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上班 每天都是這樣 以15分鐘的區域 而且其實他們的 那個 歷史文化 比如說 你跟別人約見面的時候 你剛好起早15分鐘到 這些到現金的社會上 也都還存在 可是他們的系列程度 會覺得 是日本企業為什麼 這麼成功的 就是透過這些 企業參謀的過程當中 對他們的系列 跟他們的 一些文化 都會進步 一點 考慮 第三個部分 是我們做了一個 議題的討論 就是我們各個國家 以國家為單位 來做一個 採訪 那主題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 這個企業 就是 商業的支持 可是我們第一天 剛開始 是對於 自己的國家 學家 未來行業的商業法獎 而主題 學家各個國家 做主題 那 印象很深刻 就是各個國家 在報告的時候 其實都很確實地反映出了 WD 比如說 這兩位是我們 大陸同學 他們的反應 他們非常的積極 他們的這些想法 國家未來行業規 都是怎樣的相關擴張 怎樣的 再去取得世界領導權 的地位 那我覺得 台灣的同學 好像是比較 比較 交流 比如說 對於現在的 就業狀況 然後對於未來的發展 方向 不是 不是那麼清楚 但還蠻交流的 這是我也可以來提 最後是日本同學 日本同學 我用絕望的姿勢 他在集體已經低於30年左右 其實 他們的 這個 找工作的方式 其實就是開大學 在校內的GPA 如果你不是贏科書 你為什麼要工作 所以 大家在高 高考的時候 就高中考大學 非常非常 你只要考到好大學位 就可以進行 大學之後就做了30年 所以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好像日本的文化 也覺得 那四年就是他們的 休息的時間 就也不期望說 你在大學這邊 學到什麼東西 不知道 7月之後 他們在從7月開始做一個 訓練 這就是他們的 一個生活的方式 然後跟一個 日本同學 聊到說 並覺得 日本 開放好 還是所謂 就討論來 然後就去 最後 好像他就覺得 日本為生要所謂的政策 所以呢 我們大概就是透過這三個方式 議題的討論 企業的參訪 以及文化的了解 還讓我們各個國家的代表 可以多一個溝通 多一份尊重 最主要是建立我們的 故事 過程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 我們想回來 那最後呢 我想播一個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去年 在東京 還有做一些其他的事物 祝大家參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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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